繁花周林子到底有多爱阿宝 你看懂了吗 林子与阿宝东京相识 他帮助阿宝见到了山本先生 解决了阿宝生意上的燃眉之急 林子把自己寺庙里传来的好运气都给了阿宝 阿宝给他一家夜东京 让他可以回到热爱的祖国 回到熟悉的上海 又属于自己的一家小店 后面林子终于明白自己等不到阿宝 于是决定和他解除入股关系 自己经营夜东京 重新把夜东京看得红红火火 最后看似林子对阿宝不闻不问 阿宝陷入股票牢笼 林子也不再打听一句 实际上林子才是最爱阿宝的人 林子永远记得阿宝的喜好 比如他吃饭一定要有萝卜干 要喝茶 他喜欢朱家娇的俘乳酱菜 七宝的糟鱼等等等等 最终有一个点令人印象深刻 那就是有一次林子留阿宝吃饭 他说约了爷叔 退门离开了 喝了几口的啤酒放在桌上 林子坐下拿起酒杯自己喝了起来 如果在林子心里 阿宝只是普通的股东或者是朋友 他一定会避讳着不去和他喝过的酒 但他却毫不介意 这样的行为 这可能发生在最亲密的关系中 也就印证着林子心里深爱着阿宝 一个啤酒杯 表达的是林子内心的情欲 当林子知道黄河路上 新开了家制真园 老板娘李李风轻万种时 她的粗意便时刻围绕着阿宝 一会儿是做菜对标李李的 千余土匪拼海参 一会儿又生问东文西 嘲讽着让阿宝去黄河路 他要饱费 阿宝给他50万存折 他看到立刻打电话过去 问他还没给过别人 林子的撒娇撒吃 也就在这里有点不讨人喜欢了 因为他毕竟人物年龄摆在那里 这些行为放在汪小姐身上 不会让人觉得奇怪 但在林子身上 就会让人觉得他矫心作作 可女人一旦陷入爱情里 她的眼睛里只有那个男人 还能顾得上自己的行为 是不是符合年龄吗 不会的 林子看似十分稳重 其实前妻是个十足的恋爱脑 她拿正转耳环给阿宝 让他哄汪小姐 实际上也是希望汪小姐 继续给阿宝的生意帮忙 林子表面上对林虹说 阿宝这种人做股东和面子 做老公就要经常受气 表现得很清醒 实际上 人人都知道她深爱阿宝 没办法点破就是了 总之 虽然林子这个角色的人设 不是特别讨喜 却是个非常贴近 王家卫风格的女主 纷纷的情欲 加上麻衣力的演技 爱意近瞻眼中